翻车咯 团结政府 Wassers国盟的周选举成绩单 安华很丢脸的 大败了给慕尤丁 是你预测中的结果吗 首相打的经济牌 人民并没有feel good 是不是代表人民 不接受昌明经济计划 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 事实证明 用经济发展牌来打选举 对马来干部是彻底失败啦 可是如果直接派遣的话 又很爽哦 不知矛盾吗 政府派人民援助金 津贴 加上公务员和高官的 Bangian等等等 大马有多余的钱来派 问题是还有钱发展嘛 我担心啊 国债只会更高 原本大马的资源丰富 很有钱 可惜被偷走了 从以前的马哈迪 拐账政策开始 人民就习惯拿东干 安华要坐得稳 自然也不笨 终于宣布要派钱了咯 这次你发达咯 大家好 我是怎么可能 有可能的Djall 大家要加薪了咯 如果你想要知道 政府有什么抗头 记得帮我点个赞 多多分享 最新消息 那首相安华预告 即将会补贴 人民的薪水 10亿 哇棒棒的 做多吗的 来临的财政预算案 将会优先关注公务员 先调高薪水一点点 明年再来加薪 爽到 公务员薪水和津贴不差 又有空档喝咖啤 羡慕死我了了 我也想要做这种工作咧 哈哈哈 首相说公务员很辛苦 可是很多网民就吐槽 Fancy Blake 半事不利啊 凭什么拿人民的钱 来加薪给公务员 公平一点 你有问过我们同意先吗 OK 大家马上来投票 二选一 打个一代表你不赞成加薪 打个二代表支持加薪 其实很多政客 都有看我的video的 一起来动手打字 看看你打一还是二 让他们知道你的想法 怎么可能 有可能 好康姐姐来啦 想要找DJ要帮你拍短视频吗 那么就在说明栏里点击链接 我们会选出十个名额 在影片里帮你打广告推广哦 好的机会就不要错过啦 赶快来争取吧 为什么政府要加薪给公务员 不是公务员的我们 有什么康头 那么普遍上大家都会骂 不赞成加薪给公务员 但是我们要面对通货膨胀 公务员也是一样要面对啊 那么四十百名公务员的薪水 还停留在十年前 而且平均的basic salary也相对低 所以政府要重新检讨 但前提是 政府收入也抵不过开销 除了要吸引外资进来 其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咦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贪污 好像新加坡那样 杜绝贪污就会有很多钱咯 转头来看 私人企业最低薪水 只有1500块 这个就有点头痛啦 首相知道有很多企业和老板赚大钱 甚至赚了几百亿 但是打工仔的收入还是那么低 代表了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匀 都是大鱼吃小鱼 政府不能够强逼老板加薪 就唯有设定一套新的提示 或许将会用公款十个亿 先来补贴低薪水的人民 但是现实会不会很骨感呢 做不到位又会给人家吗 对于政府这项援助措施 你觉得乐观嘛 到时候没有分到给你 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呵呵呵 假设你觉得乐观的话 就帮我点个赞的emoji 觉得不乐观的话 就帮我点个哈哈的emoji 来帮我点选一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有个全新的保障信托项目 保证有8%回酬 你的存款放在银行 也会一直贬值 不如赚一点回酬 来抵抗通货膨胀 赶快点选Google Form了解一下吧 政府是否准备好革命性的薪水制度 政府正在策划实行建进式薪资制度 但是消息一处 很多老板就开始人心惶惶 因为传统的资本主义 薪水是以自由市场的运作来决定的 所谓的建进式薪资模式 就是薪水不能长期维持一样 而是应该随着通货膨胀 经济的增长来提升 所以就要废除掉最低薪资的制度 来参考经济做得很好的新加坡 十几年前就推出渐进式薪资的时候 就用劳 资 政府 一共三方协商的方法 来决定每一次的薪资增长幅度 除了参考经济数据 也由这三方的代表来进行讨论 达到共赢的方案 从几个领域先开始进行 边做边学 如果有效的话再推广到其他的领域 那么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怎么可能 有可能 赶快来帮我订阅Youtube 帮忙忙不够人啊 又不用钱呢 救命 最新消息 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落脚地 很多人都赶着要迁移 移民到新加坡 有网民认为是吸大大害的 也有人讲说 中国人嫌弃贬值的人民币了咯 那不就等于 抢了马劳 还有新加坡人的饭丸 有没有可能啊 为什么中国人会爱上新加坡 而不是马来西亚呢 根据最新数据在新加坡的大马人高达了100万以上 而中国人也很快追上来了 将近50万 选择来新加坡的中国人不是因为爱上李显龙英俊潇洒 而是来这里打工做生意 或者是求学 真的YYDS啊 这三大因素就让他们爱上了新加坡 不是讲说中国经济YYDS了咩 难道想做马劳的好朋友做中劳 呵呵呵 开个玩笑罢了啦 首先来讲打工 新加坡是个打工天堂 平均年薪达到了5万5千美金 是东南亚最高 新加坡政策好 福利好 最重要的是新币汇率也很高 很现实 你拿着新币去环游世界消费 其实汇率也没有差很多 如果用马币你就牙痛了咯 呵呵 对于大马人 这一个两难的选择题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 你会留在大马 还是去新加坡 不如你来告诉我啦 留言写下大马还是新加坡 好不好 我们随着年龄增长 样子一定会变得很衰老 身体肯定会出现毛病 甚至恐怖会逐渐失去健康 想要保持健康年轻 有方法吗 有 有听过干细胞治疗吗 可以帮到你哦 第一系的Olive Garden 现间非常有经验的护理中心 以独特的干细胞疗法 来调理你的身体 Digra也是忠实客户哦 我也是 干细胞已经被公认为能够促进 人体细胞自然修复和再生 皮肤恢复火力 并且精神满满 Andy Terry Aaron BingBing等等 都不会公开告诉你 他们看起来年年25岁的秘密 呵呵 赶快来想 Digra争取到的好康 WhatsApp预约 EEC的Olive Garden Brother Sister们 等你们来体验咯 新加坡做生意真的一级棒 有保障吗 中国人选择新加坡做生意 因为原因有五个 第一个 地理位置很好 新加坡有很棒的海港 而且还有东盟的6亿人口市场做靠山 第二个 亚洲金融中心 新加坡都已经超越香港 融获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第三名 当安华还在忙着跟政敌吵架 新加坡都已经是亚洲No.1的金融中心了 所以时间花在搞好经济 不是更死计 我们大马又不会输给新加坡的 第三 高科技发展的战略 国际大品牌都在新加坡设立大本营 中国人看中新加坡可以作为跳板 第四 友善的金山环境 新加坡属于税务天堂 企业的Tax大约在17% 缴税少很多 第五 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 新加坡一共有700多个Family Office 印度首富Mukesh Albani很瘦这一套 为大老板们提供免税以及财富管理 新加坡已经连续15年融获 经商环境排名的冠军 缴税底 经商又自由 老板们恐凤喜欢 什么可能 有可能 来自大马和中国的外劳 是否抢了新加坡人的饭丸 其实无论在什么国家 都有人嫌弃外劳 就好像大马人不喜欢印尼 巴格拉的外劳 以前香港人也把中国人叫做 阿禅 可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非常有智慧 他认为外劳不是抢饭丸 而是把经济蛋糕做大 我也解读到他的论点 外劳会带来三个好处 第一个 外劳勤劳赚OT 不计较时间长 所以营业额就会增长 第二 外劳便宜 减低了商家成本 第三 增加运营的灵活性 有了外劳帮忙 劳动力就充足 企业就可以拉长服务时间 甚至24小时都可以做生意 在新加坡 只要你肯做 一定有得做 最适合不睡觉的夜猫族 看来我们很适合去赚新币 好过刷手机 你只要学会大马人 不需要帮李显龙擦鞋抱大腿 而是新加坡有很多好的策略 非常值得大马学习 来填补自己的不足 新加坡不只为世界各地的人才 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就连新加坡人也不怕失业 因为外职进来 整体就业率就会上升 人们就自然不愁找不到工作 觉得新加坡很棒的话 就不妨点个赞吧 Dijon希望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 也希望通过影片散播 怎么可能 有可能的正能量信念 我的流量插水 我也照样花时间做影片给你们看 所以不要只是我付出爱 你们也要给我爱 值得帮我点个赞 还有爱心吧 分享知识是一种美德 喜欢这个知识 就按赞点关系 水就把知识分享给他 我下一期想更多内幕消息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错过 就记得在YouTube里面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在Facebook里面Follow我 按下Favorite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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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